废话我也不多说了 你看一会儿削不削你就完事 好 场地留给两支战队 西北王队东南王 这场球就是看吴挺家 选的走路 太原理工如果要赢下这场比赛 对吴挺家的限制一定是重重之重 如果他们没有处理好这一点 那么他们肯定会输球 邝大和太原理工的比赛 觉得太原理工会赢 因为太原理工的放手强度在那里 我觉得这次有实诚的把握 能打败邝大 队位上个人的能力都要比他们强 来 准备开启这场 肚敌对决给两队 一点掌声鼓励一下 准备 开始 追追追 球球的四号 吴挺家 他在刚结束的COBA的比赛当中 最下大的比赛当中 命中过十一几三分 非常恐怖 看看转身的出手 这边李灵月 外线要求折偶 三分八一个 漂亮 李灵月在太原理工 也有着变态准的称号 太原理工这边开局 就打出了手感 看来他们对这次复仇之战 有着必胜的决心 这次回奖球马振祥左侧 力道小了一点点 先去 看看转身进来 又是李灵月像闪电一般温暴 这两个球看到李灵月的能力 不光是他的速度 太原理工连得五分 将邝大防得死死的 驴刻骨三分出手 差的有点多 吴挺家捡到两半球 传给马振祥 马振祥被打 太原理工防得很紧 这球太艰难了 这下 球捡回来之后 邝大拿到他们的第一个两分 5比2 坏 坏 太艰难了 推 小心 郝宇 身体好 来 各位 掌声给队员鼓励 来 前蓝板是宇克普 他的年龄只有十八岁 才刚开始 双方就打得非常激烈 吴挺家第一次投三分 这真的不够 这个投篮姿势和速度 是吴挺家投三分的正常方式 而邹子虚拿到蓝板 在外线寻找机会 看看 直接来 漂亮 作为西北战区拖篮王 不要忘了他在外线 恐怖火力 周子虚外线命中 看看李玲玥 防守做得不错 真假 将就传出 马振祥 会讲求看看 现在 右手突破 给到漂亮 队友直接配合 吴挺家 一人吸 三人包夹 右手突破分球 给马振祥 抢球打进 现在比分 来到八比四 狂大在努力地追赶分数 可以换 下车 下车 八比四的比分 这次李玲玥 再续一个吗 没有 没有 吴挺家 抬手就扔 依然没头进 白队 台湾理工他们防守 进攻都特别的厉害 身体接触都特别的轻 会让你感到不适应 二头领住 还行 没到时候 四分的差距 邝大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邝大需要有人站出来 吴挺家这次的变相 突破分球 给到重围的 给个股探肝 三分八一个 漂亮 吴挺家右侧突破 是包夹 创造三分从围 扬手并重 在太远理工强势的防守下 邝大好像改变了策略 拉开单打 给队友创造投篮空间 邝大将比分追到了 只差一分 这一下 防守的压力 想法不错 想做一击 不看人传球 来自周子旭 注意进攻时间 3.8秒 一样就来 看看 描篮之后 出手 这次没有绕框 出手 球员交换 8比7 邝大 保持一分的领先 马仁强给到左侧 吴挺家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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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射手 要做的 就是要坚持不懈地去尝试投篮 要有这样的投射的决心 吴迪迦的三分将比分反超 他投手 他起来是最恐怖的射手 让我说 我终于终于塔 是吧 这一方 这一方 而另外一次 和太远理工 想也用一个三分球来回应 周子旭 这个三分没有去上 是最恐怖的 看看比分 8比10 好 个人表演 好球 吴迪迦不仅能投三分 还给我们展现了出色的突分能力 与个股将人欢喜 球打进 他这个小红也不错 这位 光大来到12比8 黄浩宇自己运球 突破 打内线 不就不就吗 靠一下 出手 这下 黄浩宇 黄浩宇 会抢到非常擅长小技巧的大前攻 2分打进 还有一次加法的机会 红红命中 12比11 左方比分 拳牙交错 黄浩宇 黄浩宇给到地位 这下三人全在左侧 对 马振翔要打 必须拉开点空间 两人上来 马振翔 把球点到外边 看看两人倒地平抢 不再给出来 虞浩宇 分享球 马振翔 nice nice 来自 邝大 三人配合 果断的执行力 现在14比11 邝大 邝大找回了自己的比赛节奏 传到左侧 王浩宇的三分尝试 没有 吕豆腐拿到 吕豆腐这个篮板球抢得非常凶狠 走走走 吕豆腐被包夹 将球传给马振翔 传给吴敬佳 拿球直接就投 来了 这就是射手 这就是吴敬佳 这位CUP历史上最恐怖的三分射手 好凶狠 好凶狠 所以整个篮球我唯一能特别看懂的部分 就是投进球的那个瞬间 而且还是远程投球 17比11 那瞬间将比分的领先扩大 来远离东 王浩宇准备还一个三分 心没有打进 把那枪抢到篮板 再来一个吗 来了 好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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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我说的 肖敬她 这加连续两个三分 抢比赛 带入赛点 记住沐灵佳 太吓人了 他的三分能力 这三分神左 腰包 现在框大已经是20比11领先了 那边一个叶布 我们一开始打到8比2了 被他们打平到反潮 然后心态可能有起了一些变化 一分半一分半不着急 20比11了 让三分球杀死比赛 对于太原理工来说 你们要复仇的话 你们得连进10分 狂大再进一球 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 对于太原理工来说 你们要复仇的话 你们得 加油 赛点 黄大是否能够再次终结比赛 加上